跪著拐杖大聲呵斥 這名白髮男子被要求跪在神壇前 向神明懺悔 老汪雙手核實表情恐懼 不斷哀求 但對方還是要他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 在神明面前拔揮 原來這名理性濟公 18號遇到女鄰居就跟他說 你感冒了 來我家我幫你處理 沒想到走進濟公家 竟然遭到猥褻 越講越害怕 一位好鄰居互相幫忙 沒想到竟然伸出狼爪 找來親友討公道 年近60歲的理性神棍 貴力懺悔 向神明發誓 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甚至伸出手來 打三下手心 我那天要跟你忘記 跟你說你有別人 我去幫你摸來拼看看 你在跟我說 你講我自己 那我也沒辦法 我真的要自己 因為我想說神明坐在上面 他不敢怎麼樣 因為他既然說他要推拿 哪知道他就開始亂來 上下其手 屋內白滿獎狀 很推拿證書 甚至還有其他宮廟的感謝狀 但其中一間 2012年就被起底 假神明之名 開藥治病 歡迎他也參與其中 而且這回的行徑更誇張 我很害怕 他就跑 我就跑到廁所去 然後他又跟我造廁所 然後他就摸我下體 為神明辦事情 假行醫卻起色心 伸出賢豬手 被害人不甘受辱 找有人一同來洗門風 討回一個公道 記者綜合報導